OK 我們今天要看一層樓在這一邊 我先找個地方爬下 Gaga Home今天又帶大家看樓 我們今天看這一層在Swindon的 這一層三房的 Ann Terrace 我可以叫它做 因為其實是一個類似Town House 不過它是右手邊Ann of Town House 藍色門這裡 售價大概是240千的 我們看看周圍的環境 這裡全部都是這些新樓的住宅房屋 那剛才沿途經過來都是這些新樓 Do you mind if I can turn on some lights?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們首先進來這間屋 就見到這裡有一個地毯位 這裡有一個地毯位 這裡有一個圓關 那地毯是鋪了木板地的 它是比較特別斜鋪的Lamma The Flooring 其實比較少見 但都OK的鋪 它是放進scarting裡 好 首先打開左邊看看廁所 好 首先打開左邊看看廁所 電錶就在這裡 這是一個抽氣扇 這個就是廁所 有明顯住過的痕跡 我可以說真的不是很新的 看下去地下 鋪的是膠皮來的 不過呢 就實正 可以說實正的 這隻膠皮 這塊鏡子 這塊鏡子 燈是在這裡開的 這樣開燈 廁所就看完了 然後去左手邊 這裡就是廚房 好 我現在進來看看 雪櫃就在這裡 雪櫃在這裡 另外這裡有些 櫃啦 擺東西的 也是 這裡全部都有些櫃 天花就做了LED的入場燈 有些spotlight 這個是AEG的盤子 是好牌子 7烤煙機 再來就是4個爐頭的火爐 這個是最普通的那種 再來就是AEG的焗爐 這個是AEG的焗爐 這裡也是一些放東西的櫃 這些是Soft Touch的 開的那些 洗手盤 清盤 清盤 下面呢 清盤是這樣的 OK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說做得 手工還可以 它的扣盤都很新正 外路容易維修 好 另外這裡應該是一個BOLER 沒錯 這是Ideal牌的BOLER 它這裡沒有寫什麼時候 SERVICE 應該都比較舊的歷史 你看到寫著11年 9月10日下一次SERVICE 我相信是10年裝的 這個BOLER 可能是 不要再問問業主 OK 那下面呢 就有一個 洗碗碟機 另外就是有一個洗衣機 這些呢它全部都是 可以拿走的 那相信呢 就不會留下的了 那這裡有一條 比較明顯少少的裂痕 但是呢 我都幾肯定這個是油裂來的 因為看得出是油裂 明顯是撩起的那些是油來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一路去到這邊都有 好 其他地方就 OK 沒有問題 那再看看地下 這種是Laminal Flooring來的 那這裡有一個 很有趣的 一個抽氣位 等一下要問一下它是什麼來的 OK 再拍一個全相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們進去 謝謝 進去廳裡看 那這裡是廳 先拍一拍這一邊 這個是廳 電視機放在這個位 那這裡就是梳化位 那繼續是木地板的 一路延伸都進來 那Tank 其實就OK 骨子 那天花這顆呢 就不用怕了 是BlueTank來的 沒事的 那有一點殘舊 那但是就 對了 這間屋就有一點點Dated 就不是說很新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 牆子這些 是沒有剝落的 牆子這些 沒有問題 那 那 這裡呢 這些呢 就不是 弄爛的 這些是牆子 你們看到嗎 貼到牆子 補上去的位 純粹是牆子來的 那些地下坡都可以的 進去Skirting裡面 就是不用加一條特別外置的Trimming 那它的暖板在這個位置 這裡呢 就有一塊水漬瓦 曾經有試過滲水 應該是問一問業主是怎麼回事 那剛才業主解釋了 為什麼會有一點漏水 因為呢 這個位置呢 那個valve呢 之前就失靈了 那就噴水下來 就流流流流到這裡 就直接去到我司令那裡 那但是現在換了新valve呢 那就已經完全沒事了 那所以這裡呢 已經是fixed了 在這個廳裡 OK 已經調整過這個view 看看全景先 OK 然後呢 就看一看 這個樓梯位 樓梯位是放了一個冰箱仔在這裡的 另外就有 急塵機啊那些 鞋子那些雜物在這裡 OK 你們可以去到樓梯嗎 對 謝謝 好 現在我們來到樓上了 首先我們看看廁所先 廁所呢 地下呢 是 膠皮來的 不過就 Quality OK 的膠皮 看看 浴缸 很簡單 花灑浴簾 那 我怕這裡 它 都是一些油的 磨的 這邊就沒有 都是入場 LED燈 抽氣線 這一邊都是沒有問題 OK 廁所三套 那 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 我記得一下IKEA 剃蘇刀位 對 對了 好 來吧 來右邊這間房 看看 小朋友的房 是地毯的 看看外面的景觀 假草地 這個是一個花園來的 OK 這裡看看別人的花園是這樣 都是假草地 再過來左手邊都是假草地 看看房間 房間就沒有問題 地毯很短沒有地毯 這種地毯就比較容易打理的 看看這個景觀 長身 沒有任何問題 都是有少少邊位披口 那個油那裡 看到嗎 有少少邊位披口 那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都頗大的 還有一個衣櫃 還有一個衣櫃 然後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Water Tank 它有儲水的 就是這間房間有一個儲水池 很多新樓都會有的 那儲水會省能量多些 煲好了 水就放在裡面 那這個另外一個房間 男仔房應該是 那些牆都沒有問題 地毯 那這間房間 那這裏是看前面景觀 那這裏是看前面景觀 那是看前面景觀 那是看前面景觀 那看看這一邊先 沒有問題的 那是看前面景觀 那些油的各樣都很骨子 這間房間 就是兩間房間 一男一女 男仔房 女仔房都沒有問題 亂放在這裏 都很亂 因為我站在這裏 那個人都感覺很舒服 OK 好 再來上第三層 那牆身呢 有少許的 污漬這個油來的 那這個 牆身有少許的披口 那這裏是牆子來的 這是鋪了些牆子 在這裏 是牆子 那就是邊位的牆子 其他位是油漆 那我上來這裏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佔了整層 好 再拍一下這邊 首先這邊有個衣帽家 頂樓這層 衣帽間 很大的衣櫃 這個不是 入場衣櫃 是IKEA衣櫃 有機會會拿走的 一個電腦位 放電腦 我挺喜歡去過 主人房位 左邊就是 沿途廁 沿途廁 花灑 這個算大 還有頂上的花灑 那種 看一下 那邊位就可以了 以它這個年紀來說 不算太差 可以 尚算可以 這個 剛剛洗完澡 沒多久 我還聞到泡泡的味 專門有鋪到上頂的 地上呢 都是膠皮 但是很硬 地上也是膠皮 這塊暖板 天花板沒問題 都是廁所三件頭 好 好 好 拍完這一邊 這個櫃應該 未必可以開到 是一個 擺雜物 因為電視阻礙了 我看不到 其實是一個小櫃 這個 看不到 門很短 這裡還有擺了一套 現在的衣櫃 這個就是房間 再拍一下外面的景觀 這裡是外面的景觀 另外呢 那邊也有景觀 那邊 樓下的廁所就好像沒有牆 這個廁所也有牆 這個樓上 另外那邊有景觀 很開陽 OK 下來看看花園 那葉主說的花園 那些磚和草地 都是去年四月才鋪 那可以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人工草 那在後面拍個 後面的觀看 這個是整個三層 那下面呢 都是格仔玻璃 所以一爆進來的話 就未必那麼容易 雖然你說呢 這裡其實呢 到門一出來 這裡爬進來 就爬到進來 老實說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怕 我一裝個閘也可以 它是兩點兒的 這塊的繁 efter幾個年 那個繁也是去年才做的 那邊的繁就是同一個嗎 是的 對 那兩邊的繁是在年來 好的 那這就是 它後面的燈牌 你不想開車嗎 謝謝 業主就開給我們看看 走得OK,但是這裡可以拍到 你可以拍到... 你可以拍到... NexoNabel's got a car in there And we also got electric in there as well Electric so you can... Yeah, so you can charge it Alright,這裡有燈的,有電的 你其實可以自己裝一個充電位在這裡 OK 這個就會比較慢一點 Double socket Yep And the double socket around there OK, brilliant That was installed about 2 months ago 2 months, alright 好 我們再進去看看Garrick 上面有個頂 有一條光管,去放一些雜物在這裡 其實你自己可以放行李箱都可以 Yeah, just for like suitcases and stuff 這個車房也挺大的 我覺得可以拍到房車進來 拍到 OK 其實就是這間屋的旁邊 這裡就是那間屋 走出來就是Garrick 這裡可以...這裡就可以進來 對 那是我們的座位置 這個 這個 那是我們的座位置 所以只有一個嗎 對,我們有一個座位置 OK 那是在前面嗎 對,那是這個座位置 所以就是... OK 如果是一個座位置 看見到它有一個outdoor tab 在這裡 可以搏個... 搏個水喉噴東西 你出去洗車就可以了 Is that a satellite dish or is it just a... Sky dish Sky dish OK 這個是一個Sky的電視... Dish 來的 OK 我們拍一下外面的街景給大家看一下 上車 OK 那現在我們上車了 右手邊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間屋 我們現在走到右手邊這一邊 看看它附近區的環境是如何 看到這邊 這一邊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間屋 現在我們繞個圈 看看它附近是怎樣 其實這裡再進就應該是它再深入一點的小區 因為這裡呢 就是挖頭路來的 一路都是挖頭路來的 左邊是挖頭路 那這裡呢 應該照道理可以繞到一個圈出回去 一路都是新樓 這裡是全新樓 看到四處都拍些漂亮的 寶買也是新的 剛才後面有一架X5 剛才後面有一架X5 一路呢 整個區都是一個新樓區 因為Swindon很厲害 可以是連綿不絕的新樓和新樓 完全無間斷 在這邊看到一些比較大一點的 剛才可以看到那些是比較小一點的 嘩 如果你不熄路的話 在這裡很容易當塞路 因為我已經有一些當塞路了 你看到左手邊 其實在這裡呢 就已經有巴士站了 這邊已經是巴士站了 這邊已經是巴士站了 我可以看到這裡 像我上次看了幾個 但我還記得 這裡出來 大家剛才離開了 是兩分鐘左右 我車子走比較遠 就繞路了 其實如果有人走的話 就應該很快出到巴士站 坐 我要找一條路出回去 在這裡進去 進去那間屋那邊 那現在我們呢 就走回去 在那間屋那邊 因為它是要繞一個大圈 因為它有巴士站不讓我走 這裡呢 車停的位置 又有巴士站 那這裡已經是一間 Primary School了 應該就是它剛才說的 Primary School了 Octrid Vale Primary School 這一間 這裡 很近喔 走兩分鐘就到了 Primary School 你不要出來 其實我們這裡 要繞一個大圈 進去 其實就很近的 就是 離開Primary School 真的大概是五分鐘路 走路 所以這裡也挺方便的 又近Morrison 又近巴士站 又有小學 又有公園 是不錯的 我覺得這間屋 本身有點殘 但是呢 都是表面上的殘 就不是說 要大撿的東西 其實它那個 牆子披口 原來 為什麼全部都披口 原來那裡貼了一條牆子 在那裡 由油 又上到牆子 那裡 只是一條strip 其餘地方都是油 所以呢 它就 你看到披口 那裡只有一條 一條 其實那些是牆子 我相信 新發展商 建造的時候 一種 它自己的特色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建造一個 建造的時候 又有一條牆子 這邊 我們現在 差不多到 前面 都有個巴士站 這邊 這邊 巴士站 來回都在這邊 右手邊有另一個 回來的巴士站 基本上 我們現在 差不多整個 Este 繞了一個圈 在這個 因為它其實很大的 連到其他 Este 看到前面有巴士 Middlemitch 11號 11號巴士 認住 嘩 這裡有個很大的公園 這裡有個很大的公園 我繞過來給你看看公園 繞過來看看公園 公園很大的 看到嗎 這裡 這裡就有公園 這裡 這裡 這裡有公園 這裡 這裡 這裡也是公園 好 我繞過來先 看看前面有沒有 Rabble 因為我有走錯路 以為了看公園 等等 好 繞過來 好 好 我覺得 好 我先拍清楚一點點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公園 很大的 看到嗎 有籃球場 有其他玩的東西 很大的公園 現在我們離開的公園 這邊還有一間學校 叫Saint Francis Church of England Primary School 在右邊 這間學校 也是一間小學 兩間小學 兩間都很近 現在我們繞進去 剛才我們看屋的街 這樣就已經到了 剛才我們走出去就是巴士站 接著有學校 有公園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我們剛才繞進去的 看樓那裡 OK 今天拍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見 拜拜 拜拜